KK超市真主瓦风波今天再次成为焦点 这起事件前阵子曾在全国掀起一阵烧乱 KK超市遭到了民众的抵制和声讨 事态一度失控 如今警方正式针对这起风波中 某些政治人物的煽动性言论采取行动 今天警方正式逮捕了事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无情团团长穆罕默阿克马 并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和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 对他在此事件中的言行展开调查 阿克马是在今天早上10点25分抵达亚比机场后 即刻遭到警方的逮捕 当他被带上警车后还面对镜头说 不畏惧不退说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发文告指出 警方近期接获两周投报 指控阿克马在这起风波中发表了煽动性言论和行为 因此决定将他逮捕并展开调查 拉扎鲁丁表示 调查完成后将会把报告成交给警察署 由检方决定是否对阿克马提出起诉 他同时严厉警告 任何人切勿继续对KK超市真主挖风波 发表任何煽动性言论 一旦被查获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因为这起事件已经造成全国的烧乱 如今警方将严厉打击那些 意图继续煽动事态的人士 自事件发生以来 阿克马就一直在公开场合 号召民众被葛和抵制KK超市 言辞激进且行为前卫 他曾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自己手持50刀照片 并挑衅的发文配 宁可站着死 也不愿意跪着身 等煽动性言论 引发巨大的争议 有见于此 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 前天下令警方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严选那些试图在此事件上 煽动民众和引发烧乱的人士 引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和失控 此外阿克马今天在亚币警局 接受约两个小时的询问和录工后获释 他表示对于抵达亚币机场后 立刻遭到逮捕感到惊讶 因为他原定于明天 就会到吉隆坡金马警局路供 不过他也说 整个路供的过程都是在专业的情况下进行 他本人也急于配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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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